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范棠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继续进入我们的主题,就是敏捷开发与架构设计。 那在前一个段落呢,我们说明了,这个第一项的要点就是架构设计,架构师怎么来支援敏捷开发。 那一型敏捷的设计思想,那它的主要的观点是,将这个架构设计这件事情把它一分为二。 然后呢,这个架构的部分就维持到足够好的一个架构部分就可以了。 那么详细的设计就把它转移到开发团队。 所以架构是团队呢,负责的是到足够好的架构就可以了。 那么开发者呢,负责的是详细的设计。 那把一件事情分成两个团队。 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有可能会更好,有可能会更坏。 也就是说,一个事情我来一个人做,那现在分成两个人来做。 如果两边没有很好的默契,那会更糟糕,更麻烦,不如一个人自己做。 这就是上一个阶段,我们所谈的架构师如何资源敏捷开发。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说,我们还是维持这个架构设计, 是由架构师团队来担任,来当主角。 OK?也就是,我们还是维持一般的架构设计。 就是一件事情,由架构师的团队把它做完整。 之后呢,才交给开发者继续做开发的动作。 也就是维持了传统的一个瀑布式Waterfall的一种软件的开发模式。 但是,我们现在到过来,是希望把这个敏捷的思想, 把它引进来,放到架构师团队, 让一般的架构设计也能够敏捷起来。 即使,我们架构师仍然是负责所有的架构设计, 但是,这个架构师本身也可以敏捷起来, 架构师团队也可以敏捷起来。 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那么怎么去实现它。 OK?好,现在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主题了。 好,那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敏捷架构师, 就是让一般的架构设计也能够敏捷起来。 还有,敏捷架构师跟敏捷开发者之间又怎么样子的合作。 还有,敏捷架构师呢,需要有什么样的素养。 OK? 好,现在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主题了。 好,那这个敏捷架构师怎么让一般架构设计也能敏捷起来? 所以我们再回忆一下,在敏捷一个开发里头呢, 把原来的架构设计把它分成这个架构的部分, 以及呢,详细的设计部分。 然后呢,把架构的部分还保留在架构师的身上, 做到足够好就好了。 好,那么,这一个大部分的设计工作, 就是这个设计工作呢,就转移到开发者。 设计工资转移到开发者。 那这个架构的部分,还是保留在架构师的身上。 相对上,在这样的一个敏捷的一个开发团队里头呢, 这个架构师呢,是处于配角的地位, 尤其是到了开发阶段, 编程的阶段,处于这个配角的地位。 那么,他用意就是来支持开发者, 来提高这个开发工作, 让开发工作更具有敏捷性。 更具有敏捷性。 然而呢,在一般或传统的软件开发里头呢, 往往是架构师是主角, 相对上,这个开发者呢, 是处于配角的地位。 这就是Design is Code, 就是我怎么设计, 那你就依行我的设计。 按图施工,这叫Design is Code, OK,那么到这个, 以这个开发者为中心的, 那就是,我就是把设计写进去这个代码。 OK,那我就是设计加Coded, 两者, 这个, 一鱼两吃, 一死两鸟。 OK,所以, 让我能够减轻负担, 让我这个开发者, 能够更敏捷。 所以,在一般的传统, 是架构师是主角, 那么开发者是配角, 那么如果开发者能够, 如果一行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就是一行传统的做法, 不去改变它, 但是我们来强化这个开发者, 让开发者呢, 能够敏捷的来协助架构师, 能够开发者能够协助架构师, 让架构的关键部分, 尤其是接口的部分, 能够迅速漏使成为代码, 进行必要的测试, 并给予快速的反馈, 那这样是不是, 也增加了架构师的一个, 啊, 敏捷力呢, 如果是, 那么敏捷的思想, 就不仅仅适用于开发团队, 而且也非常适用于, 这一个架构师团队咯,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小单元里头, 就来探讨, 这一个架构师, 如果给运用的敏捷思想, 那么即使传统的一种软件的开发, 甚至传统的架构设计, 都可以让我们整个团队, 整个建制能够敏捷起来, OK, 那这里只是, 那附带给你好玩而已, 看看这一个, 我高安很高老师, 在这一个接近60岁的人纪, 也会划舌板, 这就是舌板, 然后这个舌板呢, 在街道上划, 这是我在四川的成都的街道, 所划的, 然后这个, 就是当天的这个照片, OK, 把它记录下来, 这是我划那个, 这叫做狐狸板, 或者叫做舌板, OK, 那么我还敢在街道上, 跟车子一起呢, 竞赛, OK, 所以这展现了, 我这个架构师, 也有敏捷的身段, 架构师也能敏捷, 高老师以身作者,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 当我们有了敏捷的架构师团队, 那么也有了敏捷开发者, 那这可能是最好的搭配咯,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这样子有没有可能性, 它的意义又是什么, 所以我就以, 这一个敏捷架构师呢, 就是以设计, 它就是Design is called, 把重要的, 核心的, 像这口设计, 直接, 快速的, 落实成代码, 并不是整个设计都做完了, 才变代码, 而是在重点, 焦点, 完成的一个时刻, 做好的设计, 马上变代码, 而且呢, 马上有反馈, 好, 所以, 这就是架构师团队, 应用的敏捷思想, 之后, 彻底的, 实现了Design is called, OK, 就是, 重要的设计, 重要的设计, 马上落实成代码, 马上检测, 马上反馈, 马上讨论, 马上修正, 所以在架构设计阶段, 本身, 就是采取的敏捷, 迭代的过程, 好, 那么, 如果, 除了架构师采用敏捷之外, 如果, 开发者, 可以采用敏捷, 那么, 这个时候呢, 就变成了, Core is design, 跟Design is called, 两者呢, 可以相互相成咯, 所以, 我们在, 之前, 在谈的时候, 好像一般的架构设计, 跟敏捷的, 架构设计是对立的, 所以会认为, Design is called, 跟Core is design, 它是对立的, 其实呢, 这两个, 并不是绝对对立的, 我认为, 它两个就像, 这一个, 太极的, 阴阳两一, OK, 一个是阴, 一个是阳, OK, 它的界线, 它是这样子的, S型的, OK, 它的界线, 并不是很清晰的, 它是可以互补的, 重点是, 它是可以互补的, OK, 这是最关键的点, OK, 所以有些团队里头呢, 开发者, 它并没有足够的, 设计经验跟技能, 它可能, 从学校, 毕业, 才一两年而已, 那么它很难承担, 这一个, Core加设计, 一提的, 这个双重任务, 好, 所以它没办法把设计, 直接, 迅速的表层成代码,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必要, 发挥架构思的, 这个敏捷力, 也就是, 当我们的开发者, 不能, 依循敏捷的思想, 来使, 同时兼顾, 代码跟设计, 为一体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传统的, 就是一般所谓的, 一般所鼓吹的, 敏捷的这种Core-Age Design, 显然是不通的, 显然是, 在这一个团队里头, 是不walk的, 那这个情况, 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寻求敏捷的架构思, 来借由EIT造型, 来表述架构, 尤其表述架构的接口, 然后呢, 快速的, 把这个架构设计呢, 把它落实成代码, 然后可以多做一点设计, 设计呢, 多做一点架构, 架构呢, 不是做到足够好而已, 而且可以做到相当好, OK, 可以做到相当好的地步, OK, 但是, 这个时候因为, 我们有透过这个, 快速的迭代, 所以让我们的架构, 本身, 可以, 这个更好, 可以更敏捷, 因此呢, 可以分担, 我们这个团队, Core-It-Design的, 这个工作, 那这样子, 可以落实, 这个敏捷开发, 让我们的, 即使我们的团队, 不能完全实现, Core-It-Design, 那么我们可以, 透过这一个, 敏捷的架构式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的, Design-It-Core, 可以做得更好, 那这样子, 架构式跟开发者的敏捷力, 可以互相的回应, 可以互补, 可以兼而得知, 它就可以相互相成了, 简单来说, 这一个敏捷架构式, 针对关键的部分, 请开发者来协助编程, 并且呢, 让这个Design, 迅速落实为代码, 必要的时候, 就马上进行测试, 给予反馈, OK, 那这就是, 可以由开发者来, 帮忙架构师, 可以做, 这一个敏捷的架构设计, 那这样子对于, 架构本身, 它会做得更完美, 所以可以做到, 这一个不仅仅是足够好, 可以做到相当好, OK, 那么在敏捷开发者呢, 将细节设计, 稀为许多段, 这个没问题的, 那这边, 敏捷开发还是继续, 能够实现, Core-A-Design是最好的, 只是刚刚说过, 有些团队, 可能没有能力, 可以实现, 一个理想的, Core-A-Design, 这个时候, 那个整个敏捷的, 这一个开发的想法, 就难以落实咯, 因为, 没有团队来支撑嘛,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 让架构式团队, 来敏捷起来, 并且呢, 越能够清晰地表述, 这个沟通, 来表述架构, 甚至表述细节的设计, 来跟这个开发者做沟通, 也是能够, 让我们有效地支援, 这个敏捷迭代的过程, 这就是所谓的, 我们做的精致化的, 这个Design, 以及Core, OK, 不是传统的, 把整个设计, 全部做就做好了, 才来写Core, 而是把关键的部分, 把它设计了, 我们就来实现代码, 就来做反馈, 就来做架构式团队, 架构设计, 这个阶段的敏捷开发, 敏捷架构设计的名称, 就是这样来的, O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看, 刚刚所谈的, 是架构设计, 所谈的Design is Code的意义, 现在我们来看, 身为敏捷架构师呢, 应该有什么样的素养, 就针对这个架构师的培养的时候, 那架构师呢, 最好能够采取一个新的视角, 就是以代码造型来思考设计, 最好是这样, 让开发者呢, 可以对应到代码, 代码造型呢, 就像砖块, 所以架构师呢, 能够收明, 他的设计, 他的架构, 是怎么样, 透过基本的造型, 来组合出复杂的系统的, 那么, 在这个架构师在收明, 如何透过代码造型, 来组合出复杂系统的过程当中, 因为代码造型是, 开发者的, 一个共通的词汇, 所以开发者, 或施工者, 就可以学习到, 很多架构设计, 那么, 也能够跟架构师, 学习到更多的设计, 组合的一种概念, 所以双方, 会有更多的默契, 可以培养出来, 因此呢, 架构师, 设计师呢, 都可以从简单, 造型当中, 组合出复杂, 组合出复杂, 然后呢, 这样子也可以带给用户, 从简单中叫出复杂, 自己更多重构的空间, 以及自由度, 然后也支持呢, 开发者, 重构的空间, 因为, 很多架构的设计, 都必须随着需求的改变, 随着敏捷的迭代, 和尽情重构, 所以架构师呢, 本身要, 在架构上, 要保持重构的自由度, 才能够支撑, 开发者的, 一个重构的空间, 那么架构设计呢, 要能够, 迅速落实成代码, 迅速落实成代码, 尤其呢, 在架构设计阶段, 开发者, 在传统上面, 开发者可能不多, 所以呢, 我们必须针对焦点的部分, 迅速落实成代码,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来对这个, 再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所以架构师团队呢, 给自己创造自由度, 那么就必须, 重视, 这一个目前决策的未来性, 也就是我们, 在上一个单元, 所一直谈的, 应用这个EIT, 跟框架的一个接口, 来, 啊, 容纳更多的这个未来, EIT的变化, 所以应用EIT的造型, 那么, 我们会, 啊, 重视这个主角, 是接口, 啊, 主角是接口, 然后呢, 透过这个接口呢, 啊, 来进了设计, 更通用的, E跟I, 来包容, 都变的T, 这样子, 就能够, 创造出, 啊, 这一个通用型的框架, 啊, 啊, 来包容未来的改变, 啊, 那这就是, 架构师呢, 它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啊, 应用EIT造型, 这种方式, 来创造, 出重构的空间, 然后, 有了这个重构的空间之后, 还有, 重组的, 一个像积木一样, 可以不断的把它组合出, 一个多层级的EIT的造型, 然后创造多层级的框架, 啊, 让它更扩大它的重构自由度, 刚刚说明了, 透过一个EIT的造型, 就可以, 啊, 容纳一个T的变化, 如果我们把它叠成多层级的框架, 里头含有多层级的EIT, 我们就可以更大的能力, 可以来包容更多方面的变化, 例如呢, 啊, 我们如果有两层的EIT造型, 上层的EIT的I, 就可以包容用户的变化, 底层的EIT的I, 就可以包容平台T的变化,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多方包容多方的变化, 因为变化并不是一个维度的变化, 它常常是多维度的, 比如说一个车子, 这个开车的人会改变, 那么地面会改变, 地面改变的成为平台的变化, 那么开发者的, 或者是开车者, 或者是乘车者的改变, 叫做用户的变化, 这两个变化, 用两层的EIT的I, 来包容它的T, 来包容这些的变化, 那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创造出极大的弹性的一个重构的空间, 好, 那么信式落实成为代码, 那么代码本身, 如果是EIT的造型, 或类造型, 本身就很容易落实成代码, OK, 再把这个EIT的E跟I, 把它组合起来, 把它叠成很多层的造型, 它就变成一种框架, 就这样而已, 所以呢, Design is called, 它就依赖两层的结构,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结构设计出来, 那么它就可以, 落实成这个框架, 落实成EIT造型, 再把它组合成框架, 那这样子, 我们的设计, 就可以快速的落实成代码, 而且是漂亮的代码, 所以这样子呢, 架构师呢, 对于代码, 就会有越来越大的贡献咯, 这是代码的美好, 其实Design的时候, 考虑的更周详, 这个代码的结构, 会越漂亮, 所以呢, 我们能够来创造敏捷的架构师, 其实对整个系统的结构, 是很有帮助的, 可以创造敏捷的盘线重构的空间, 也能够信息落成为代码, 因此呢, 可以大幅度的来支援敏捷开发的, 这样的一个目标, 跟它的用意, 所以这里就说明了, EIT造型就成为架构思考的, 一个基本的简单的元素跟造型, 然后从简单中组合出这个复杂的架构, 那么这个复杂的架构呢, 到底是什么, 其中就可以转变成一个, 这LOS成为框架, 框架就是代码层级的架构, 也就是可执行的架构, 因此呢, 都可以满足敏捷开发过程当中, 所要的一个简念, 测试, 反馈, 讨论, 共识等等的这些, 秉捷的思想, 以及秉捷的目的, 换句话说, EIT造型能够, 落实成为可实现的代码, 可执行的代码, 那可实现的代码有两种, 一种就是框架, 一种就是APP, 这些东西我们, 在上一个单元里头都已经让你用实际的例子来看过了, EIT造型, 怎么有效的设计出, 无主旗的框架, 怎么设计出涂鸦的这个AP的框架等等的, 那么, 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 就可以看看你的企业, 到底是想成为强龙来开发框架, 或者是想成为地头蛇, 来开发APP的代码, 这就是今天大家很流行的, 强龙地头蛇的分工模式咯, 所以, 用这样的敏捷的架构师, 可以让你的企业成为强龙, 也可以让你的企业呢, 可以做出这个地头蛇的一个节奏出来, 都有可能, 所以当今Apple跟Google就是一个典型的, 这一个来自于应用商店的这个分工模式的成功者, 那么苹果跟谷歌的应用商店模式, 其实就是依据这个EIT造型, 来把它扩大成为框架, 来实现它的一个强龙地位, 所以呢, EIT造型适用于强龙团队, 也适用于地头蛇团队, 那么敏捷开发也适用于这一个架构师团队, 也适用于开发团队, 那么这个整个等等都是有效的支持这个敏捷开发过程的, 所以无论是强龙团队或者地头蛇团队都适合把这个采用敏捷开发过程, 无论是架构师, 无论是开发者也都适合采用敏捷开发过程的, 那这些都是我们要来提倡的, 也是对我们的软件开发的这一个效力非常有贡献的, 好的, 我们就让你解释到这里, 谢谢。